请节目平安 今天和大家一起思想三个旧约里面的人物 不需要大家猜了 在大家的大纲里面 我已经写出来了 就是以色列的三个统一王国的皇帝 首先有两个问题 第一 他们为什么是现代人的诱惑 第二 为什么我们说他们是成功 但是成年后失败的人 首先我们看看这三个 苏罗、大卫和所罗门 这三个皇帝 我们看到他的人生 他年轻的时候 真的好像童话故事一样 苏罗 当他成为第一个以色列的王的时候 圣经告诉我们 他又见美 又俊美 又建壮又俊美 并且以色列当中 没有一个人比得上他 当他站起身的时候 他比所有人都高一个头 又高大 又英俊 又大 是吧 是一个很美丽的开始 但是当他一路发展成为皇帝 他就开始偏离神 要他走的路 圣经告诉我们 他要走自己的路 圣经所说的 偏行己路 当他走自己的路的时候 我告诉你 神最厉害的惩罚 就是你便走 不过我的国就继续要去 我的旨意继续这样走 你不肯走 你便走自己的路 那我找另外一个人继续走 我要走的计划 这个就是大卫 当扫罗知道 原来神要将大卫 去取代他的时候 圣经告诉你 他的精神迹近疯狂 大卫弹弹弹弹弹弹弹 给他听 他拿起枪就要插他 跟着他直接是疯狂的 要妒忌大卫 要打低他 一直追杀他 这个无辜的年轻人 有到后来 他不单止要杀大卫 杀他周围支持他的人 甚至他自己的子 约约约约都想杀 到了后晚年的时候 我们看到这个的扫罗 疯狂到的地步 他走去找巫婆招魂 什么都做 很可怜 后来死于非命 大卫 开始的时候 大家比较熟 又好像一个童话故事一样 三五粒石仔 就打低这个哥利亚 多么有信心 这个大卫 他自己 给神将他成为以色列国第二个皇帝 他初初的时候 敬畏耶和说 跟随神 希望要做一个神眼中 所喜悦的皇帝 跟着我们看到 当他坐着他的宝座的时候 他淫人妻子 杀人丈夫 后来他为了盖他自己这些罪恶的时候 濫杀 无辜 所罗门 所罗门是以色列 皇国里面最伟大的 最有成就的皇帝 所罗门小时候 已经祈祷求智慧 神又真是将智慧给他 以前两个皇 一直想做的事 就是为了 建个圣殿都建不成 到他手里面建成 以色列皇国 成为当时中东 最伟大的所罗门帝国 所拥有的多到不得了 但是 所罗门 他将二邦的妃笨 追入他自己的皇宫之后 开始整个国家的信仰堕落 堕落到地步 神说你之后 不会再有统一的皇国 皇国分裂 跟着亡国 几年了 三千年 到了二十世纪的时候 才重新復国 但已经没有皇帝 这个就是以色列 三个 也都唯有的三个 统一皇国里面的皇帝 你看他年轻的时候 就像你和我一样 热心过的 追求过的 虔诚过的 在信仰上面 认真过的 但是后来都弄了 为什么他会弄 然后我们就转到 为什么我们叫他做现代人的诱惑 三千年前所发生的事 怎么现代法 我想告诉你 有两样东西 第一 人性没有什么现代不现代的 三千年前 连惯下的东西 现在一直在惯下你 和我 所以我一定要研究一下 究竟 为什么他会弄成这样 第二 撒旦魔鬼在那时候的手法 和现在是没有什么分别的 那时候是这样 打低这三个 曾经热心过的人 今天同样的 在你身上 要做同样的 打低你的同意 所以我们说 他们都很现代的 我们说下去 你会发觉 他们真的很现代的 虽然 他们所住的日子 是三千年前 但是现在我们所面对的 正正也是他们那时候面对的 所以希望今天 我们和大家一起分享的 能够成为你和我 自己的提醒 好吗 好 我们就进行了 大家可以拿着 你那个 广道的大纲 我们因为 要看的经文相当多 你有兴趣 可以跟着 所列出来的经文 是翻开 尤其是撒母义记上 撒母义记下 和列王记上 这三道的地方 不过 如果你说 我都是这么快 看不及 那你回家 希望你都看 好吗 我们先从 苏罗开始 什么 令到 苏罗惯低 我们 简单 直接来说 就是他那帮百姓 他那帮群众 很矛盾的 苏罗做皇帝 之所以能够成为皇帝 就是他那帮百姓 所以百姓是令到他最满足的 是吧 没有那帮百姓他做什么皇帝 但是百姓 也都是害死他的 这个就是好像很矛盾 但是现在是事实 就好像我们今天 那些粉丝 今天有偶像 我们有粉丝 我们看到几多 我们周围的 我们都看 周围我们所明白 我们看到几多的明星 几多的波 是那些粉丝 捧他上去 令到他得到最大的满足 但是也都是那些粉丝 去踐踏他 是吧 同一帮人 苏罗就是死在这帮群众身上 他最需要群众 但是死在群众 我们看看他怎样去 这个转折点是怎样的 苏罗做了皇帝 刚才说 好像童话一样 就成为皇帝 当时苏罗带着这帮百姓的时候 我相信百姓也很拥护他 苏罗觉得 从一个直直无名的年轻子 现在我做皇帝 我相信他也是敬畏神的人 他不是飘飘然 他正面对他国家要面对的事情 他作为皇帝没办法 于是当时最大的敌人是什么呢? 菲利士人 菲利士人的军事 利害他很多 我们看看第一个个案好吗? 就是撒姆尔记上十三仗 我们称它为 这个还没等到撒姆尔来 就是自己宪制的个案的事件 什么事件? 当时圣经告诉我们 菲利士人就集中他的军力 上来对付尔大人 就是以色列人 当时的菲利士人 圣经告诉我们 当他齐集在平原的时候 你看到他都心寒 因为圣经说 只是战车三千 骑兵六千 还有那些步兵 好像海边的沙那么多 以色列人又有多少呢? 怕他上来走就走就走就静 后来圣经告诉我们 六百 换了你做扑罗 你怎么打? 是不是? 所以其实可能 扑罗 最初就跟那些百姓说 不要紧的 我们靠要 其实他记得的 在圣经里面 有这些例子的 当日 当日我们约书雅的时候 当他进去加南的时候 是不是? 那个耶利哥城怎么打? 没得打的 后来怎么打赢的? 围着他走七个圈一吹 吹号角 自己倒的 就是神要加入的时候 你想都想不到的方法 不用打的 后来 我和大家都分享过 这段圣经 基电事司 打米电人的时候 是不是? 那时候有什么武器? 玻璃瓶火把而已 只是叫的 吹号角而已 这样就打倒了 那些米电人 所以其实 如果依靠耶路华的话 是有不同的路 你不知道神会怎么打的 我相信 扫罗开始的时候 他作为一个相信神的人 又带着百姓的人 他都是 告诉百姓听 可以的 我们可以打 我们要依靠耶路华 怎么依靠耶路华 按照当时的规矩 就要等撒母以来 献凡制 撒母以来 代表了神自己的先知 撒母以来 献了制 代表我们对神自己的依靠 那就出兵打 神怎么打 我不知道 不过 总是有神在我们身边 我们可以打到 这个就是 我相信扫罗 初初都跟百姓这么说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 等了一天 没来 等了两天 没来 等了七天 圣经那里告诉我们 百姓战战兢兢的 跟着扫罗 然后等了七天 圣经说 撒母以来都还没来 众人就离开扫罗 散去了 这下拿命了 人们开始走了 不行 不够打的 撒母以来还没来 你去献祭 要依靠神的 扫罗不行 要等 于是我们发觉 那些群众 就是那些令扫罗 最重要 没有他们做不到皇帝 那些群众 开始就走了 扫罗的心就慌了 这个就是转捩点 发觉扫罗的眼睛 开始看着群众 走下一个 走下一个 他本来开始看着神的 群众走下一个 走下一个 开始心寒 打心啊 杀什么杀母以啊 等我来 等什么 献凡祭而已 我都知道 于是他就是献凡祭 一献完凡祭 杀母以就到了 杀母以说你做了什么 他说没有 看他这个说话 他说我等你等了这么久 你又不来 那些人都走了 那我怎么办呢 每当你找个理由 要偏向你自己的路的时候 你一定有理由的 是很可怕的 他声音说 所以我就勉强 我自己献上凡祭 我也不想的 有什么办法呢 你没有留意 我们经常都说这些说话的 办公室里有什么办法呢 个个都是这么做 你明白吗 有什么办法呢 老板叫到 你不做不行的 我们有很多这些 没有办法的借口 没有办法 因为他那个神 已经开始 和耶和华 转了去的百姓 谁在支配他呢 现在的百姓开始支配 这个就是他第一次犯罪 所以杀母以说你弄了 不是献不献凡祭的问题 不是献不献凡祭的问题 不是献不献 等我等不等我 那个问题 哪一天的问题 是你已经不听从耶和华的命令 这个是你的致命相 接着我们看第二个个案 过了两章圣经第十五章 第十五章 我们可以称它为 留起羊群战利品的事 在这里我们发觉 苏罗再走多一步 这个可以说是一个堕落的阶梯 再走多一步 你留意他那时候是做什么 那次呢 苏罗不是打菲利斯人 菲利斯人是很强悍的 说一句 就是补充 后来怎么样打呢 其实根本 都打赢的 都打赢的 就靠他的儿子 若拿丹 突袭 入阶里面 那么菲利斯人自己乱龙 最终都输了 最终 最终 苏罗都打赢仗 这个我们不说了 所以其实跟着我们第十五章的时候 苏罗所建立的皇国开始弱也强了 就已经不是好像以前那样弱了 建立强的时候 尤其是打过叫做亚玛利人的那些外族人 就弱过他很多 于是我们发觉 苏罗打他的时候 一打就打胜了 不过打胜仗 刚才是怕着打败仗 你们都说 有什么办法 现在我没有依靠 这次打胜仗了 没得来 打赢了 打赢了有什么事情发生 打赢了 按照神的要求 他要灭绝他的敌人 因为当时中东 就是三千年前 那个文化就是 哪里那些人在那里 那些人所敬拜的宗教信仰 就跟着他在一起 所以以色列人 如果不把他们全部除去 他就迟早 就会被他们掩污的了 信仰上面 所以这个是落得很狠的 这个跟我们今天 21世纪是完全不同的文化 我们今天不详细讲 那种当时三千年的文化 不过无论 素罗很明白这个标准 就是如果我打赢仗的时候 这些外族 包括他所有的羊牛羊 他们全部都要灭绝的 于是他知道要这么做 不过圣经告诉他们 你留意了 可圈可点的几句话 在第十五章里讲到 苏罗和众人 就开始爱惜阿甲 阿甲就是打败仗的亚马利人的皇帝 也爱惜尚好的羊牛 肥牛毒 羊羔和一切美好的 就是那些好的东西 发觉不是很捨得的 因为他们不愿意彻底毁灭这些 那些不好的 那些卑贱的 那些残缺的 那些就杀 剩下好的 你不杀 我们今天说 可能素罗都喜欢一些好东西 不过我想大家留意几句字 那天素罗和众人 有没有留意几句 是他们 不只是素罗 就是说 那些百姓说 喂 这么好的羊牛 这样也杀了 浪费一些 不好就杀了 好一些好种 我们没有过国家 拿它回去 是不是 拿来留一些种 是不是 他生了之后 才杀 他还没辞 总之有很多理由 你要犯罪 总有理由 不过其实最重要的背后就是 素罗说 既然你们这么说 又值得想想 群众又来了 他那些粉丝又来了 粉丝又来 说 喂 偶像 其实给你个意见 这样才好 反正 可能等待一些 于是 他们就留起这些偶药 今次撒母耳来 就问苏罗 你做了没有 苏罗都做完了 你看看 开始讲大话 因为他开始要 扫 人犯罪 当然是 扫 扫 就一个谈话 再扫 其他 我们不需要说 大家都熟 这个道理 他扫 他说没有 我都做完了 撒母耳说 我听到有牛羊的声音 这个拿来 接着你留意 看苏罗怎么回答 苏罗就说 喂 我其实真的听了 耶和华的话 大家看到吗 我引来那节圣经二十节那里 行野耶和华猜献我所行的 挺好听的 我做完了 可是民众 就是那些百姓 那些百姓 他叫我在战利品里 拿一些好的东西 因为我要献给耶和华 哇 你看看 多好听 我要找一些漂亮的东西 献给耶和华 那我们以色列都没有别人的那么漂亮 那你就留一些 不过我想大家留意 可圈那些 可是民众却 要求我这么做 又是那帮百姓的 你看看 开始他那个原则变着 一直变着 是不是 百姓叫他 这些百姓其实都很有想头的 他这样 大家都要献给耶和华 于是 撒母耳 留意 圣经说撒母耳 发生 耶和华不要你了 你这样 我昨晚整晚为你哀屋 你现在这样的时候 要说已经不再要你了 他要走 他那个旨意的时候 你没有份 你走你 就是走你 我们发觉 接着那两次 我想跟大家特别留意 二十四 二十五 三十 你留意 苏罗跟着说什么 他就对撒母耳讲 这几句话 是很精彩的 很感人的 苏罗说 我犯了罪 认识了 对不起 我真的犯了罪 对不起 我犯罪 我认错了 我违背耶和华的命令 和你的说话 对不起 这次好好了 不过再加多一句 他这次说出真话了 因为我害怕众人 这些百姓 你没有发觉多矛盾 皇帝会害怕那些百姓 害怕他什么 害怕他不拥护他 是谁控制谁呢 现在你发觉 是谁控制谁呢 是谁控制谁呢 是白姓 其实在控制着 已经扫罗了 你没有说 我怕他 怕他们不喜欢 怕他们不喜欢 怕我们的粉丝不拥护我 那我就要做了 是不是 所以我就听从了他们的话 现在求你赦免我罪 好感人 真是对不起 我知错了 你赦免我罪了 那我就什么呢 那我就 跟我一起去 那我就可以 敬拜耶和华 是不是很好听 请你不要走 请你不要走 跟我一起去敬拜耶和华 接着 圣经说 撒母义就不理他了 圣经说 撒母义就不理他了 撒母义就转身就走 桑罗就直接 没办法了 就扛过去 就抱着他 扯着他的衣服 圣经说 撒母义就继续走 他就扯了他的衣服 再说多一次 跟刚才那句差不多 不过这句就更加精彩 更加重要 你记住这句 他再说一次 我犯了罪了 一样我刚才说 我犯了罪了 对不起 为什么呢 我想告诉你 但是你不要走 但是我在我的人民 掌路面前 和以色列面前 给我个面子 看到吗 这句罪拿名 原来最重要的就是 你不要走 你不要走 我知道死了 我知罪了 我向你认罪了 不过你给我个面子 跟我一起回去 如果我回去没有你 在一起去的时候 我哪有面子呢 我回去跟你一起 敬畏 敬拜 回去做什么 一样刚才说过 敬拜 不过再说多一次 敬拜你的神 你说什么就什么 你想敬拜神 我拜 没问题 你说我认错 我认 不过最重要就是 你给我个面子 如果我没有那帮百姓 我不能碰 我就写了两句 我觉得都挺绝的说话 但是我想做一个总结 当一个人认错 都成为一种手段 当一个人敬拜神 就成为他提取 拿货的按金的时候 我告诉你 这个人没得救 他信仰已经没得救 是不是 苏罗就是这样 认错嘛 我认错了 不过因为 为什么 因为我要你给个面子 我敬拜神 我敬拜神 我并敬拜你的神 你说什么就什么 不过最重要就是 不要给我 没了群众 兄姐妹 究竟这些百姓是什么 好逢前 这个百姓是神给他的 所以他才做到皇帝 但是 是神给他的百姓 这些百姓 后来就成为他的神 这个就是我给 曹罗那个 弟兄姐妹 神给你很多东西 有时候 给你成功 给你 给你钱 给你很厉害的人际关系 EQ你 是啊 令到你生命又 好路向上 就好像曹罗一样 不过请你 不要将神给了你的东西 成为神 否则 你就好像曹罗一样 翻不了转 我们看大卫 好吗 看大卫 大卫呢 我这里就加了一个小小的前次 先说几句话 大卫的弱点和撒旦 为什么有些人问我 为什么会加一个撒旦在这里 才说大卫呢 我想说一样 刚才说 撒旦魔鬼 给你 更加明白你的弱点 正如撒旦 给 扫罗 大卫 和所罗门 更加明白 他们自己 的弱点 什么意思 你看 这三个人 扫罗呢 他要明 他要权 所以呢 那群众是弄死他的 是吗 令他最快乐 但也是弄死他的 就是这群众 大卫呢 喂 大卫没什么所谓的 你看到圣经里面描述 大卫很感性 喜欢唱歌 木下羊 是吗 诗篇23篇 木羊 他也不要名 不要你 当初神高立他 他也很疼的 苏罗要杀他的时候 你就做吧 你不要杀我 我也不知道做什么 于是他一直逃避的时候 你看到大卫根本是不需要名利 也不需要 不需要有什么跟他 有些人跟他 他总是觉得 他是很想去 表达他自己 他是一个 很感性的人 总之是吗 他写了几十篇诗篇 对不对 很感性的人 我想说什么 你知道吗 我想说给你听 撒旦给我们任何人 都了解他们两个 他都不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里 撒旦就知道 苏罗 是死在这帮群众的手里面 撒旦不会再用群众 去弃低大卫 因为群众弃不弃大卫 大卫我都不需要 我都不需要权力 我都不需要名誉 你给那帮人跟我 不跟我 我都不介意 是吧 我作诗篇 我弄一弹就行了 但是他多感性 魔鬼说 好啊 你这么感性 我就给他女人来打 一下子就打低 你有没有留意 撒旦出的手法是不同的 你哪样不行 他比你更知道 弟兄姊妹 如果你不知道 自己最大弱点在哪里 我告诉你 你很危险的 魔鬼就知道 你不知道他都知道 然后说肯定在那里落手 以下来为止 是不是 有些人说 每个人都很贪 我都不贪 没所谓 你不贪而已 撒旦在地上落 他当然不用钱来 来引诱你 可能用你的脾气 可能用你的妒忌 是不是 可能用你的懒惰 你说我不贪 只不过我懒惰 就拿个懒惰来 弄死你 是不是 情欲 是不是 好像大卫一样 魔鬼是完全掌握你的弱点 所以请你省点 知道自己的弱点在哪里 他迟早就来 在那里 惯下你 大卫就是这样 是不是 大卫找个女人来惯下 大家都比较熟一点 那件事件 就是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 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 我想和大家看看大卫的个案 两个很重要关于犯罪的真理 犯罪都有真理的 你们说是什么呢 我想和大家说 第一 看看大卫如何开始犯罪 圣经那里说 第十一章那里说到 过了一年 在列王出征的时候 大卫派遣他 约压就是他那个大将军 和自己的臣服 一起出征 他们就打赢了阿门人 又打赢了其他的民族 大卫却留在耶路撒冷 这几句话想说什么呢 当时到了大卫的时候 他都很跌 很跌 因为他的军力已经多了 和以前 扫罗那六百人 战战兢兢兢的 对着那几千 但是菲利斯人 不同了 现在大卫已经 站稳阵脚 站稳阵脚之后 他都不用自己出征了 以前就要亲自去打 现在那些大将军 已经训练好了 军队就出去打 打都赢了 所以很跌 鼎姊妹告诉你 最跌的时候 最危险的时候 因为你最放松 我跌 但是跌的时候 就没有了那种敏虑性 你觉得自己很跌的时候 你开始对自己的自信心膨胀 到过分 这就是你最危险的事 反而对 我们信耶稣 这么多罪 我都不知道怎么去面对 那时候你还依靠神 是不是? 你发现现在都很跌 你看我教会里面多活跃 是不是? 个个都说我 大团契大也好 大小组也好 我做的事 个个都说 确实跟他了 是不是? 他可以做导师的了 可以训练他们了 告诉你这个是醉牙烟的时候 因为你以为自己真是好 大围就是这样 认耶路撒冷 留在耶路撒冷 那有些人留在耶路撒冷 不用出去打了 那就好了 有什么不好呢? 问题就是他开始没什么要做了 圣经说他就开始睡到黄睡 才在一个农床起床 原文是这样的 我觉得和合本都翻得挺好的 他说大围那天睡到日头平西 你明白吗? 不是说你睡到几点钟的问题 而是那个问题是你的心态的问题 就是说我不用怎么做事了 是不是? 现在挺爽的 他已经赢尽了 于是睡觉了 几点钟起床都没所谓 我等好消息 然后前线又说打赢了 我做皇帝也认为挺爽的 于是起床的时候 才开始黄昏了 天色又好又没那么热 上天盘走下 大件事了 看到那个女人在冲凉 中东是这样的 你知道了 在皇城里面 天盘全部都是开放的 于是就看到有个女人在冲凉 圣经说那个女人容貌非常美丽 于是大卫就派人去查问那个女人是谁 这个死亡 这个意念 那幅图像一进入了怒里面 开始不能脱落 我和大家也提过了 有个弟兄说过的策略就是要弹开策略 如果你不能看 可能大卫立刻就反过去 但是心里面说我是皇帝 不能看 站上去 看 还在冲凉 那就死了 告诉你 这样就拿命了 接着看得多久 哇 很漂亮 都没见过 她是哪位啊 于是下来 整晚就开始想这件事了 明白吗 好像已经进入了你的脑子里面 你刷不脱去开始 好奇 这么漂亮的女人都有 还没见过的呢 还没见过的呢 为什么呢 在皇宫这么久都没有留意到的呢 起码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都合理了 这么漂亮 这些派人查问是什么名字 哦 他说叫做别士巴 那个 挺特别的 这个名字都不像犹太人的名字 是啊 原来他是黑族人的 真是爱族人 哦 爱族人的名字 我怎么进到皇宫的 接着再查多些了 一做下去 你有没有留意 罪就是这样的 一步一步 踩下去 踩越深的 踩越深的 接着有人说 这个别士巴 是乌里亚的老婆 哎呀 死了 结了婚的了 那乌里亚是谁 他肯定知道了 因为乌里亚是另外一个 很能打的大将冠 在前线打仗 帮他打赢仗 又打赢仗 乌里亚就在那里 是黑族人的乌里亚 他的太太 那就不要了 哎呀 不要了 哎呀 你结了婚了 但是发觉他开始睡不着了 又是那幅冲凉的图画 一路一路一路 于是圣经告诉你 最后 大卫就派侍者去 把这个女人接入 去他自己的寻室 来到大卫那里 大卫就跟他有成分 放松 跟着放纵 让自己的 那些人有 人有 你没办法逃避的 不过人有来到 你让不让他留在你的心里面 继续残敌你呢 就是你自己的问题 你立刻弹开 那你就可以 但是你都可以不弹开 那你就一路一路这样落了 你明白吗 一路一步一步 最后 那就跟那女人 上床了 好了 第二个 第二个真理 第二个真理 我觉得很重要 我想跟大家说 其实不单止犯了一次罪之后 不断要犯 而是大卫 你知道他最错在哪里 大卫最错在哪里 大卫最错 是他犯了这一次罪之后 他以为用自己的聪明 和精密的思想 设计 可以斗赢神 你说真的 你屈他而已 不是 我想告诉你 在他第一步怎么做 大卫派人将他接来 刚才我们没读到那一节 第四节上节 接着读到下面 就跟他同房 那时他的月经财 干得干净 事后他就回家去了 后来哪个女人怀了人 就来打发人 告诉大卫听 我有了BB 我这些简单的生理常识都知道 其实大卫都知道 大卫醒了 他认为自己是聪明的 和这个女人搞上来 那时候没有避孕药 没有避孕方法 但是他知道的 圣经说 那时这个女人的月经财得干净 大家明白意思是什么 刚刚月经结束了 是生不了BB的 是不是 所以大卫有了想法 他犯罪 他不特意 他觉得他自己这么聪明 天衣无缝 我有办法 是不是 等到那天 他刚刚月经完了 查过 那就来 跟他上床 干手净脚 没人知道 你不说 我不说 没人知道 是不是好事 好事 但这个好事背后 大卫说 神你怎么 奈我不和 我就有办法 谁知神说 你跟我斗 生理规律 是我创造的 你不要忘记 我来改改他 你走去哪里 就有了BB 月经财得干净 都有BB 那就行了 大卫 如果在这个时间 他真的知道错的话 还收得到 但已经不收得到了 那你怎么办 那个BB 还有别人的老公 在外面打仗 那打完仗 回来就多了个BB 那就玩完了 是不是 那边来的 所以他接着 再量度第二条桥 就叫人 找那个 打仗 他说 你打完仗 你这么漂亮 你先休息一下 回来 你知道他在想什么吗 等他和他太太 有关系的时候 就赖他 是不是 很绝对 那条桥 很绝对 想起是否精密 很精密 于是就 立刻就召了这个大将军 孤雷亚 回来 就跟孤雷亚 说 你打仗很厉害 很辛苦 你先休息一下 他声音说 你回家洗净凉 就拒绝了 就是说 老实说 按照人之常情 尤其是当时的那些古代 对不对 对不对 打仗 那些男人打了这么久 有机会回到家 见到老婆的时候 那当然来那一刻了 对不对 那当然了 他打算回家 一定有的 怎么知道这个岗直人呢 就说 我的军队还在前线打 我怎么可以回家 就回到皇宫门口 整晚都不回家 那就吵了 第二天 哇 搞错啊 这样也不去 那怎么办呢 第二步 你看 走上去 你回不了 怎么也要他回家 接着第三天 就叫这个姑娘 我和她喝酒 喝到她半醉 还能走 但是半醉 她轻轻沉沉沉 那你回家 找找你老婆 这么久也没见过 于是那个乌尼亚 就回到家 怎么知道在门口 顶不住就睡着了 那 你和神斗 你以为你思想精密 你犯了一样罪 我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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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被你扦到 是神怜悯你 给你机会悔改 我们什么时候赢得到神 大卫是不是最大的错误 他以为可以赢得到神 慘了 那怎么办 于是就 出杀机 随便这人死了 于是 就跟这个约压说 他的大将军说 想法 推他在前线打 最危险的他们打 于是这个约压就 带到他前线打 正经说那些人 那些敌人 军箭射下来 死了很多人 乌尼亚 也死了 这个就是 达 最后是 杀人 丈夫 你不要以为你赢得过神 他不要以为可以 僥倖 罪 是要面对的 这个是大卫 提醒他 第三 我们看所罗门 所罗门 最没理由 堕落 因为所罗门 他 事业有成就 事奉又好 是吧 他自己的属灵 经历都很多 神两次向他显然 我列出来 是吧 绝顶的智慧 建造了圣殿 他怎么会堕落 如果我们看圣经 我们去了解 所罗门的堕落 我想 最重要的 就是从他的拥有 我们说 这个的 诱惑是很现代 因为如果我们看回 现在我们的消费主义 社会 所罗门所面对的 同样是这样 他拥有这么多 这么厉害 他怎么会堕落 这个就是他堕落的原因 因为他拥有很多 当多到一个地步 不是你拥有它 是他拥有你 当你拥有的东西 多到一个地步 失控的时候 这个就是你堕落的地方 刚才我们说 撒旦他不会再用女人 这个也有女人的 其实 我想读下去了 第一节和第三节 那里说 所罗门王除了发老的女儿 做他老婆之外 又宠爱许多外族的女子 就是摩雅的女子 亚门女子 很多以东的女子 西东的女子 和黑人的女子 等等 所罗门有鸡七百 都是公主 有笨三百 他们的鸡笨 使他的心偏离了神 有鸡七百 都是公主 OK 那么有笨三百 七百加三百 成千个 都不认得 名字都不记得 记什么鬼 用我们今天的说法 这叫杂游 是吗 草而已 为什么 我有笨 我有这么多东西 是吗 我又不是 大国 是吗 来一个 选择 一定要公主 才可以做机 是吗 选择得好些 还留两个国家 还没选择 于是又跟他建交 又选择多两个 这个就是 现代人的 最厉害的 诱惑 就是消费主义 现在的消费主义 不是靠你需要的 是给你拥有感 是吗 OK 这个世界 我们很多人不需要的 老实说 你今天晚上回家打开个櫃去看看 那些五年都没用过 大概都不用用 是吗 那往来干什么 都要存齐它嘛 刚刚塞那条 整条线下 你明白吗 就是差那两样 都要存齐它了 但是存了之后 可能那两只 对不对 可能那两只手袋 不一定是剪媒的 但已经有的 我昨天去了那个 那个hifi展 是吧 哇 那些东西好听到不得了 是吧 又出了 新的 更小一点的喇叭 更漂亮的 你明白吗 存齐它吧 为什么要存 抽身不安乐 就出了 是吧 要不要的 不要的 其实 没有用过的 是吧 这么贵 这么整套东西 那些杯碟 然后那些碗筷 为什么呢 万一有朋友来探我 是吧 有十个八个 有些东西给人看 是吧 万一了五年都没用过 是吧 你又不舍得用那些美东西 来每天吃饭 那就等在那儿 是吧 我认为我也有很多这样的东西 我们想想怎么扔它 因为回到香港 就太多了 我告诉你 那天我 那天我坐在那 数一下 我钉书机 都有八个 因为加拿大 都拌在那儿 我突然间 有一个很恐怖的想法 我想到我死那天 那些钉书机 还没坏 拿那八个来做什么呢 于是我拿了五个 在我们的办公室那儿 刚才我坐在那儿 看看 我也要扔的 你明白吗 我们现代消费主义 就是这样了 它不是需要 根本你不需要 你是想拥有而已 你拥有 你不知道拿来做什么 不过你拥有也好 这个就是所罗门王 死在这里了 死在哪里呢 我还用这段圣经里面 三句话 它说 所罗门宠爱 许多爱族的女子 我知道你不会宠爱 许多爱族的女子 你和所罗门不同 不过我们都 很多宠爱 许多 和爱族 意思是什么 他的心已经去了 那帮人宠爱 他心不在神那里 已经在那里 经常纏着他 你留意一下 你自己的心 你经常想着 在那里经常猜着 出了没有 出了没有 出了就要 纳上他了 那个人有那样东西 我又没有 如果你这样的时候 你就宠爱 你的心已经去了那里 第二 许多 刚才说 许多 太多了 什么时候才叫做太多呢 当他使你失控的时候 你控制不了他 你发觉是他路控制的 你说我没东西 买了回来就等着了 你知道等着 要付很多代价吗 第一你要租的 这些地方在你家里 还要不够地方等 整个大一点的地方 你买屋的时候 你就知道你的代价有多大 买了这么大一间屋 我昨天突然发现 那些Hifi展的时候 哇 下一个房子 这么贵 几十万 这样的喇叭 是很好声的 为什么要这么大的喇叭 如果房子小一半 不用这么漂亮的喇叭 是不是 因为它够声的 但你这么大的房子 就要贵一点的喇叭 于是买一间大屋 你就会告诉自己听 这样的屋 不可以这么厉害的家具 于是家具又来了 有了家具之后 那些杯碟 家具 这样的桌面 这样的玻璃 这么漂亮的桌面 水晶的桌面 但是这样的杯碟 不像样 整个套才行 于是又来了 你明白吗? 那个力量一直拉着你 到了这一步 你发现你失控 什么时候才太多? 去多 去多到你失控你就去多了 你发现那些东西 令到你失控你就去多了 第三 外族 外族的意思 当然他们的外族 就是和神不同的东西 到底怎么你明白我在说什么? 我不知道那些是你 你才知道是什么? 总之你发现 在你自己所拥有的里面 有宠爱 许多 不是属神的东西 我告诉你 这个就是所罗门所反映的 一样 没有分别 他是女人而已 你是另外的东西 一样 一样 这个就是 所罗门的 击证 这个击证是不知不觉的 因为他不会一次过 都给你的 慢慢慢慢 要算我写了一个叫做什么呢? 我称它为堕落年 我都不懂识识中文 不知道写什么 这些字 总之堕落连 你知不知道连是很要命的东西吗? 你上电脑 你本来打算看一段新闻而已 对不对? 按 又有连 接着又有连 他用的广告在旁边 这样弹一下 弹一下 这件事挺爽的 按一下连 有那家公司 又有三个产品 先按那两个看一看 你明白吗? 你本来打算三分钟上网 你搞了一个多小时 因为你是连 所罗门也有堕落连的 你看看他开始的时候很好的 他有智慧 有智慧他就成功了 有成功他就有财富了 有财富他就开始拥有了 拥有的时候开始失控了 开始失控的时候 开始随从别臣 他随从别臣就不会再跟随耶和华了 最后一拜 兄姊妹 这个叫堕落连 停的 不可以继续落 所罗门 不怪你刚才我所读的那段圣经 我什么都有传道书的写 到第十一节 后来我拆开我手所做的 经营的一切 和我牢碌所得到的成功 谁知道 都市吹风 都市暴风 在日光之下 何无益住 他晚年这么说 已经太迟了 王国都分裂了 他的子女全部都背背 顶着妹 这个就是 三个曾经爱过神的人的代理 好现代 是不是 真是好现 以前是这样 现在还是这样 魔鬼以前的方法 现在是这样的方法 如果我们看过的时候 希望我们不要跟着这三个人一样 好吗 我们一起站起来 我们的主 我们的神 我们多谢你 你让 你自己话语里面记载 他们三个人的失败 我们一直鞭策他们的时候 求你同样的鞭策 让我们在你面前 真的很好好的敬盛 不要走他们的路 让我们能够站在 这个大时代 站在这个充满了誘惑的时代里面 我们仍然可以跟随你 诚诚实实实的跟随你 奉耶稣明祈祷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